嗨 小花 早 我来啦 小花 您赶紧去趟公司 去公司 那边缺人 让你过去帮忙 其他人呢 我去不太合适吧 都是干活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再说了 你本来就是从公司调下来的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情况 更不了解啊 快点 早点早点 快点过来 哎 小花 你怎么来了 姐 那 张工那边让我过来帮忙 哎 那你帮大家弄点吃的吧 我们太忙了 没跟我吃饭呢 哦 好 大美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们呀 当你是皮球啊 踢来踢去的 怎么了 这么不想看见我 我是怕你累着 我心疼你 我不累 你们才累呢 你看看你现在 都人老猪黄了呦 你滚 我滚了 赶紧 乔总要咖啡 马上 给 谢谢 你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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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帮我叫个外卖吧 你想吃什么呀 随便 你方便就好 那您直接方便面的 好啊 无所谓 您这一宿呢 怎么能无所谓呢 那就吃面吧 你想吃哪家的面 哪家好吃 你应该比我有研究 你帮我做决定 好嘞 够贴心的呀 咋就一份呢 真是个看脸的时代啊 给我尝尝呗 吃你的吧 就别那么小气了 你还挺忽实 味道好极了吗 我啊 谢谢你 10、9、9、3、7、6、5、4、3、2、1 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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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这么爽 怎么这样 赵总 半个小时之内给我修好 要不然全给我走人 瞧妈 你冷静点 冷静 我怎么冷静 全公司人准备了那么久 你叫我怎么冷静呢 那服务器崩盘也不是 他技术总监一个人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那倒是我的问题吗 太倒霉了 早不了晚不来 配配这个时候了 服务器能修好吗 修是能修好 问题是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们不是卖得很好吗 订单蹭蹭蹭往上爬 那两款送下洗衣机都卖疯了呀 就是因为促销力度大 东西好 买的人多 网站一时间撑不住 这才崩盘的呀 服务器这么一闹 好多订单没付款成功 这下全崩了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我们算啥呀 好歹还领了加班费 这活动要黄了 乔马也就爽了 送下洗衣机 本来就是我们网站的主推产品 推广这么久 宣传力度这么大 这要是黄了 不都全白费了 本来我们星空电商的业绩 就一直上不去 董事会呢 还一直向乔马施压 他本来想破釜沉舟的搏一把 现在腹破了 估计穿也要沉了 我可以用起来 再换紧的步骤 也要不承担 好 好 我用很逼的 这种手艺 我闹这个 那种手艺 我给你带大家 我再来 你去旁边 我去旁边 你来过这里吗 每天都来 我来这么久 晚上还是第一次出来 原来风景是这样的 我只要把事情做好 没想到结果是这样 你留在这想做点什么呢 我留下来是因为 这附近有特别多好吃的餐馆 我留下来想以后有机会 一家一家都吃个遍 其实我的长远目标是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是不是很可笑 乔总 其实结果怎么样 没那么重要吧 只要过程开心就好了 我不要过程 我要的是结果 怎么了 公司服务器坏了 怎么会这样 谁知道天又不测风云吧 现在公司一团乱 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反正公司又不是你的 你瞎担心什么呀 我问你啊 像你创业了这么久 你不担心到最后白忙活一场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想知道 创业者是不是都特别在乎结果 实在人为吧 没什么受不起的 大不了就再换一个了 他要是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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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您怎么来了 高川雄来了 直面联系要见你 见我干啥呀 惦记你呗 你酒馅 惦记我干嘛呀 你公司漂亮姑娘不多的事啊 你也知道咱们公司 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这个高川呀 是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客户 要是他的产品也从咱们 网络平台上撤了 那公司就彻底没救了 委托了 对 你也要理他 你也要理他 高川雄来了 不好意思 来吧 哈囊 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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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对你也挺照顾的 上一次你妈妈来闹那回 和公司规定 你肯定是要被开除的 最后 是乔马出面包的你 让你去的门店 不然你留在公司 也挺为难的 你知道乔总为什么没来吗 不会吧 你们关系这么近 你能不知道 他怎么了 真不知道啊 乔马受伤了 工伤 受伤了 促交活动不是出了问题吗 董事会连轴开了好几天会 不知道怎么了 乔马就跟董事会吵起来了 动静还挺大 结果一杯咖啡把自己给烫伤了 以后啊 不用再拍乔总马屁股了 公司都在传啊 乔总这次可能会被 你看这儿 师傅 停车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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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总 您在家啊 你怎么进来的 慢慢锁 我在等人 我听说您受伤了 所以过来看看您 我没事 你走吧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 赶紧走 您这么不想见到我 不是啦 你就 就走嘛 对不起啊 打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先生 是您预约的吗 我预约的是男的啊 怎么过来是女的 男女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要女的 对不起 先生 我们本来就人手不足 轮到谁派谁来 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请放心 我们都是有职业操守的 不管是男是女 都能满足您 你们继续吧 大姐 等一下 您方便留一下吗 多个人会更好 什么 妈 我 赛小花 阿姨 把她关上 抱歉 先生 我们是有规定的 必须要有第三者在场 没有的话要录像的 这 什么鬼啊 乔总 你怎么又来了 没关 我就进来了 不止我来了 所有的同事都来了 您慢点 没有人来 我跟您开个玩笑呢 开什么玩笑 我这个样子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我 我看您情绪比较低落 所以想让您开心一下 我 我走了 这有点痴的 都是清淡的 您吃点啊 还有这个 我手工活不太好 您凑合着穿啊 乔总 护士交代了 要透气 伤口呢不能捂着 要多吃清淡的食物 不要剧烈运动哦 谁啊 送个水 就饭在门口吧 好 没给钱呢 您能快点吗 给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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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一变态 一男的穿一条裙子 让我扶着他 我 我 想报警了好不好 抄走 抄哪儿 你笑去给我买鱼袍 不用了吧 我就是挺好看的 你 闭嘴 不许笑 好 阳光真好啊 您 您 是不是很久没有出去了 要不要出去透透气啊 我这样怎么出去啊 哪儿来的轮椅啊 药店租的 你还真无办法 那当然 这叫生活能力 您以为都跟您似的呀 生活不能自理 过几天 端午节放假 您打算去哪儿玩啊 我最讨厌放假了 也是 您这行动也不方便 哪儿都玩不了 这跟我行动方不方便 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假 耽误事啊 当老板的当然不想放假啦 当老板的都是黑心资本家 没有老板 谁发你们工资啊 这么说我应该谢谢您啊 要不 改天你给我几张你的照片 我回家把它供起来 你好 有事吗 这是你男人呀 这么年轻就瘫了 太可惜了 姑娘 它是不是脊椎出了问题啊 我跟你说啊 有一种药特别好 每天擦三次 瘫痪十几年的都站起来了 我这儿有名片 报我的名 买药酒能打六折 是啊不如 姑娘 不说别的 你得考虑考虑你自己呀 你还年轻不到三十岁吧 这丈夫就瘫了 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您说得是呀 大妈说得特别对 您说您这么年轻就瘫了 这太可惜了 好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您的下半身治好 小伙子 就为了您有这么好一媳妇 您得治 对 对 快点 快点 乔总您去哪儿 乔总 你别生气了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你这几天照顾我 我很感谢 不不不 该说感谢的人是我 我都知道 我妈去公司闹 我应该被开除的 是您把我留下来的 我好很多了 你以后不问过来了 喂 乔总好 好 怎么样 好点吗 嗯 坐 好 来 来 董事会让我转告你 希望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暂时是多久 乔马 等伤好了你出去度个假 散散心 这段时间你太累了 董事会是要把我停职吗 乔马 我也帮你争取了 可你也知道 人为言轻 我一个财务总监 没什么决定权 知道了 乔马 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要不把工作移交一下 明白 新的总监上任之后 公司要承担他的一些福利 没办法再给你派专车了 好 房子的租金 恐怕也得你自己负担了 这套西装也是公司的福利 要把它脱下来吗 那倒不至于 公司送你一套西装 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 公司让我暂时负责一下 主席总监的工作 祝贺你张军一 不 张总 应该是张总 是不是 你爬到这个位置 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 乔马 公司做起来不容易 你 我不能看着他就这么夸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感谢观看